你觉得你能成为全民张旗的这个概念 你自己总结你的优势在哪里 我觉得我的优势是 我是一个对信息非常敏感的人 我的工作就是记录 整理 归纳 分享 我认为知识的传播和知识本身一样的重要 那这是一个大家都想去通过自己努力 去改变自己命令的一个时代 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时代 最开始的时候把你定位为你的收贡群体 主要是一些中小企业的这种老板 他选择这样一个知识付费的这种模式 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来自于商业利益的驱动 那可能张旗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可变现的节奏下 把这种商业利益的驱动变最大化 其实就是你在制造焦虑 然后你因为大家的焦虑呢 你实现了商业变现 就是你想问这个问题 首先我觉得我们是制造不了焦虑的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成年人 在今天的这个商业竞争当中 如果你的焦虑还需要我去制造的话 那我觉得实际上你没有真正的创业过 真正去创业的人一定是在被窝里面哭过的人 所以我觉得创业者的焦虑 根本不需要我们去制造 因为他们天天都在焦虑 第二点 我觉得适当的焦虑未必是坏事 华为的任正非任总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忧患意识 焦虑意识 甚至是我认为他是个苦难哲学家 所以我觉得创业者的焦虑 不需要任何人去制造 其实很多人都在说 你卖的是成功学 我今天也可以正常回应一下 我们卖的不是成功学 我们卖的叫成长学 因为成功永远是短暂的 成长却是永恒的 没有永远成功的企业 只有符合时代算法的企业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成长才是企业追求的 而不是成功 近期看到了很多头部流量 商业流量IP的他房事件 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心 对对对 是的会不会 当然会 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祸从口出 那没办法 因为我的工作就是说话 那怎么办呢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要警惕的 所以我觉得实时保持一种敬畏性 这件事情会让我们走得更远一点 我说人在低处要无限的放大自己 那个时候没有人看到你 你必须点燃自己 你必须让自己发光 当有一天你非常幸运的站到了高处 那么你要无限的缩小自己 放大平台的力量 时代的力量 团队的力量 所以用户喜欢的不是张奇 而是张奇给他们输出的内容 所以我不被用户抛弃 只有一点我还能不能够持续为用户输出大量优质内容 让他们多获得一些优质的商业信息 在他们的创业路上陪伴他们 少走一些弯路 现在我们的产品不仅仅应该有功能价值 可能还需要有情绪价值和社交价值 所以我们一定是站在用户的角度去思考 你必须为用户创造价值 所以我觉得商业品牌的最后一公里一定是价值观的胜利 那你认为你现在做的商业模式是不是一种暴力的商业 这个不是 其实这个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以我们今天的这个粉丝体量 和我们今天跑的这个播放量来看 我们做知识付费是在所有流量当中变现一定不是最好 我们卖知识付费其实是变现最少 我们的团队的投入成本是蛮大的 不是说今天大家想到的一台手机一个人就可以做出那么大的影响力 绝对不是这样的 你到现在有没有接受过这种商业的直播和合作 其实我们在探讨这样的事情 如果我要做直播间 我个人的想法 我不是太想走那种全往最低价 因为我觉得这种直播形式其实是非常商企业的 逼着商家 逼着企业不断的去做低价 做低价到最后一定没有人再去投研发 投设计 投把品质做好 最后其实就是劣必驱动良比 这个过程它并不利于整个生态健康的发展 当然也许我的想法不是对的 或者我的想法并不能比别人卖得更多 但是我不在乎这个 我做任何事情 我都是遵从自己认同的 或者自己的本性 而不是为了说我一定要跟谁PK 或者要拿到第一 我觉得这个意义不大 所以我不想被流量裹起 就跟我们今天探讨说这种所谓的算法流量 其实算法流量背后的逻辑是对公众的迎合 某种意义上 它会不会让你去做一些迎合的事情 今天拥有那么多的流量 我很担心自己被流量反噬 被流量裹挟 或者我正在被流量裹挟 或者我因为怕被骂 或者怕翻车 我会主动的去迎合观众 迎合大众 有没有这种情况 我觉得肯定是有的 因为我必须要持续的去给用户输出海量内容 这个是有非常高的挑战的 你的观点 如果没有特别好的观点 没有特别新的观点 没有特别深刻的观点 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至少能够保证你的这个观点 立场是健康 就是你不一定是有多么高深 但是你不能见走偏锋 不能标新利益 不能为了表达而表达 而且我觉得你天天都在讲话 你没有时间去思考的话 你是不可能输出更新的东西 你怎么看待 怕不怕自己会过气是吧 对 这个为什么要怕一定会发生 我觉得这件事情根本不用去恐惧 也不用去担心 因为你要这样想 你在流量正当的时候 你是在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可能也会失去自由 比如说你说话要非常的谨慎 对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有德你就有失 但是有一天真的过去了 被大家抛弃了 那那个时候你可能就自由了 可以过度解 那个时候你可能去享受 另外一种生活了 对对对 对不对 你为什么要在一个生活里面 不断地去重复呢 如果过那么一段时间 可能会被大家遗忘了 或者有新人把我顶替了 我觉得这个过程我可能会失落 但是没有关系 我一定会得到 另外的一种其他的体验 我期待那个 更好的体验的到来 我觉得我就是一个体验派